我們在接下來就是先按這一顆 然後讓它去夾熱它的 可以打出來泡的東西 它剛開始的時候這邊會閃 然後等它閃閉的時候就可以開始可以用 然後因為你剛開始吃出來的蒸汽 那會吃起來 所以你可能要先把蒸汽放掉 因為它會有添水 後來它會慢慢的變成蒸汽 先放這樣 這樣就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這個時候就可以用 然後在做的時候 假如說你的水冷器接觸到水面的話 它會發出另外一種聲音 所以你要讓它保持在那個水面上 剛開始你會先把它刷進去 然後把它打開 稍微醒醒一點點 好 往下 好就是這個聲音 但是你不能看下面 你要把它接觸在水面上 就是剛好接觸在水面 所以你要就是讓它出現這個聲音 對啊 你如果開出來的話 它就會變這種比較大的泡泡 其實你如果用手 感覺它的溫度 開始覺得變得有點燙的時候 就會停了 對啊 OK 然後稍微敲一下 把上面比較粗的奶泡敲掉 這樣就好了 就把它倒下去就好了 那基本上它會比你 它會比你直接用八泡管的還要細 非常多 所以基本上就跟外面的咖啡差不多 OK 就這樣 吧 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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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吧